嗨 大家好 我是阿蘭 今天我們來到府城 要帶大家來一間有著雙廟名的廟 叫做曹新宮溫林廟 顧名思義就是有兩間廟合併組成的一間廟 而且恰恰好這兩間廟的組成都是白馬祖婆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怎麼在自天案啊 啊 是不是跟這個曹新宮溫林廟即將重建有關呢 我來去問問看好了 總幹事你好 你好 阿蘭你好 我看到我們這個廟在這裡地階梯 這個是有什麼樣的用 我們這個曹新宮溫林廟 這個廟體從明宮是幾年 到現在已經五六十年 然後現在因為這個廟體已經風吹日在什麼 已經損壞得蠻嚴重 所以現在新竹大聖廣委會有徵求媽祖的同意來指示 等於我們要來整個廟要來重建 這個對人對神來講 它都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媽祖他們也特別慎重 所以有將這個事情而來指是說必須要自天案來頂上昌啊 它這一次自天案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現在因為兩岸有疫情嘛 所以現在就是說如果要回去主廟也比較不方便了 所以這次有特別我們有邀請您那個什麼梅州天后宮跟我們全州天后宮的聖母的鄉火 現在來本廟所以我們要先搬出來 然後這個廟體的部分我們再來評估有一些東西要怎麼保護 這個搬出來的動作啊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出火 出火 台語說出火 出火 要搬到個行館 總幹事那剛剛你有提到說有一個銀宅角 這銀宅角是什麼樣的意思 銀宅角這個枕頭的算是那個地名啦 它叫銀宅角 在清朝時期 岳墨塞現在這個邪境館附近 它有設立一個那個鎮海營 有一個銀 邪境國想的地方 對對對 有一個銀區 所以那邊古時候就有一個軍營在那邊 那剛好我們這個枕頭 剛好在這個這個銀區的旁邊 那這個地名自然而來 大家在心裡說在那個軍營的旁邊就叫銀宅角 銀宅角就是這樣 這樣而來 那是說像我們曹信公跟銀廟嗎 對對對 那這是有兩間廟 是 所以是有兩間廟合併的 對兩間廟合併 這邊自徒來我們供奉的就是我們的梅州山 這邊都是漁溫 它也沒有說比較空曠的土地 來蓋廟 那時候村民來供奉的方式 都是以儒祖 儒祖連連這樣輪式 在那邊那邊的太子爺 旁邊配飾的千里眼 跟孫皇皇將軍 天狐將軍 胡爺 那當然另外就是我們的慈福千歲 那時候在曹信公時代的時候 就是媽祖的整個團隊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說幫媽祖找一塊地 讓媽祖有一個固定的場所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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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好就是民國大概46年左右 那是溫寧媽廟他也是從從清朝一直到日治 一直到民國他其實他的命運也是講真的 就是那一段戰亂的時期 他其實也是有一段坎坷的歷史 那被日本人強佔 然後交還給我們後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交還國民政府 那國民政府又把它充公 又變賣給民間企業 不得已那個我們溫寧媽廟要搬家 由雲宅角曹信公這邊 來出廟地 然後用那個溫寧媽廟那邊 以前那些很好的那些資材 勘用的部分把它移到這邊 梅宙媽跟溫寧媽 然後一起移師到這邊 然後一同來供奉 所以我們的廟名就把它合適成曹信公溫寧廟 前面有一尊小尊的有沒有 看起來很像日本軍官的造型 那是我們的中軍也 其尊老永下來指示說 他也是上將等級 然後不是那種一般的軍官 好 那我們眾神也是即將移駕到這個臨時刑館 那這個臨時刑館是位在哪裡 它是位在我們廟前方這個民生路上 在民生路二段336號 新的廟就是會在這裡一樣原子重建 動土之後我們也會花相當的心力 把這些以前溫寧媽廟拆遷過來 這些很有代表性的這些構建 我們會把它保留下來 甚至於說在新廟體的設計上 能夠把它用上去的地方 會盡量也把它用上去 對對對 會用上去 賦予他新的生命 所以這一點是希望所有的信徒 還有一些關心曹信公溫寧廟的一些這些 我們這些文史的工作者 能夠放心 歡迎大家一起來 來幫我們的媽祖起床 歡迎大家一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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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完蛋 你哪裡參觀過我們曹信公務廟之後 肚子有沒有非常的餓呢 有啊 現在12點了 想說要去哪裡吃啊 我帶你去我們一個非常厲害的巷口美食 巷口美食 所以這個巷口美食是賣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蔬食餐廳 蔬食餐廳 但是它做的一點都不蔬食 非常的美味 然後一年世紀都有不同的餐點 所以這間蔬食餐廳 它平常跟我們廟口之間有什麼樣的交流嗎 其實他們老闆跟老闆娘 還有他們裡面的員工 都是我們媽祖前程的信徒 其實他們很好的是 其實我們是在建置行館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他們剛好後面有一塊倉庫 然後就無償來借我們使用了 太佛心了吧 對 忍得很好 對 他們是非常虔誠的信徒 然後它東西重點是也很好吃 所以走我們一起去吃吧 趕快去 對那你們當初選擇 怎麼會選在這個巷口裡小巷子那裡這樣 其實當初原本也很奇怪 進來這個 就是想說離安平 離世紀也要近一點的地方 這邊繞新人街的時候 想這地方古色古巷也還不錯 可是都沒有讓我找到一個心動的點 然後就這樣迷入迷入的時候 就遇到媽祖妞 然後就進去跟她辦辦 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 你覺得 堂 Ho 當然是主推 是我們的漢堡 還有我們的火力 那我們也比較特色 是一連四金 gefähr四到六次纏ject 所以我們每次會替換很多新品 像我們這一季 就是 會多了那個咖哩西枝的飯 所以芬菜篪盛森 咖哩單腦飯 它跟咖哩飯 不一樣 因為它裡面的話 我們有連選 我們真的覺得說會比較實形的 比較天然一點的乳酪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歐姆蛋 那吃起來的話 就是你會吃到乳酪的香 然後蛋香 然後咖哩的味道 那加入乳酪就對了 一般咖哩的味道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特色 可以啊 對 好 那這一道法式補餅它叫做 藍莓法式補餅 對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紅我們的麵皮 然後到我們的醬料 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特別是去學的法式 就是他們法國人 他們正在地在家裡吃的 它是軟骨餅可天可鹹 那我們這個漢堡啊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在哪裡 我們有常態性的漢堡 跟季節性的漢堡 這是季節性的 這是我們這一季的商社民國漢堡 對 所以我們都會把我們的醬料 去做很多的研發 因為我們店內的小廚門啊 大家都是由廚師製造的 所以我們每次在換菜單的時候 就不斷不斷的試菜 去把東西加在 可能你們沒辦法想像的東西裡面 然後供出新滋味 加到我們的漢堡一天 所以我發現我們這裡廟口 大家都非常熱心 而且對媽祖也非常的虔誠耶 對 除了我們舊市場這邊的美食之外啊 我們之後進駐的店家 其實都跟媽祖非常的有緣分了 聽他帶你去品嘗的是另外一間 也是排隊名店 又是一間網紅名店 沒錯 是什麼樣的店呢 但他不是只有網紅名店 他是一間非常好吃的麵包店 麵包店 對 所以他也是跟媽祖非常有緣的 沒錯 好那我們趕快去 走 老闆娘你好 你好 這裡很香耶 你們是現在剛出爐嗎 對 因為我們都是下午這個時候出爐的 我們核市場的主打麵包商品是什麼 我們家主打的其實是我們的經典吐司 對 那但是我們其實每一樣商品 他的最大的優點是我們不賣隔夜的麵包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完全純手工製作 對 而且我們不添加一些改良劑啊 發粉等等 對對對 那我們因為剛剛我們剛剛從那個草新宮 對 我問你沒有過來 那聽說對 聽說你有沒有跟這個媽祖很有緣 是不是就有怎樣一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一個緣分 六年前我們是在友愛街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因為當然 真的就只有兩瓶大大小而已 後來就是當然就一步一步穩紮穩大 因為你當然產量越來越大 你必須要的空間就要大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真的早就已經找好在 夏林路那邊差點就是要簽約了 可是真的就是突然就喊咖 然後找到這一間的時候 我們一看到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的訴求是 我不喜歡房子跟房子之間 我喜歡比較寬闊的感覺 對 然後 我覺得是媽祖婆是因為 可能真的跟我媽有 然後跟我小孩也是 然後我跟我媽媽講的時候 聽到民權路三段 她就想說這個地方也太偏僻了 一聽地址嘛 對對 結果後來她就來看 欸 她就發現原來是在媽祖婆的 媽祖廟的後面 因為就出來就到了嘛 對對對 對然後其實反正就是後來才得知 她其實早就已經在媽祖婆這邊 很久一陣子了 就是媽媽平常就是來這邊這樣 對對 她才因為一般都從正面那邊出去嘛 就民生路那邊 她沒有想到說 欸原來這個後面出來就是我們這間店 她光聽地址不知道 對對然後有一天晚上我真的睡覺 然後我就冥冥之中我是真的 起來的時候有一個聲音跟我講說 你就是來這邊 我就覺得 就跟我媽媽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媽就有去問 對就是 最難問的就是說 就OK 對對對 然後她唯一就跟我們說 工作其實兩個夫妻工作一定是會有 不要說夫妻其實 同事與同事之間一定會有一個 那個想法不同啊 她就覺得我們兩個只要 我們就是一定要一個一樓一個二樓 沒有智慧欸 對就 緣分 好喔謝謝謝謝你 謝謝你 哇今天真的是說貨滿滿耶 沒想到廟口這麼多的故事 嗯 那我們這個原子重建的曹新宮溫林廟 他大概要 多久才能看得到他的新廟呢 運氣大概五年時間 五年這麼久 所以希望這個十方的善信大德 都能踴躍來幫我們媽祖婆建新廟喔 也要感謝廟方提供這個精緻又實用的錦袋 要來送給大家 要怎麼獲得呢 請到下方留言處觀看喔 我是阿丹 我是蔡小編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 所以那這間早午餐店 她跟我們 所以她這間蔬食餐廳呢 她跟我們有什麼樣的 就是 所以那間蔬食餐廳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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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也可以 你看她喔 所以她有 比如說 妳會散局呢 我不是 再一次再一次 一會兒 等一下 請到下方留言 請到下方留言 請到下方留言